我無不無辜事情也是會這樣發生的 所以其實就是接受他這樣 反正我總是熬過這一段的嘛 然後那個時候 應該不會再有人出事了吧 自己的心情重嗎 很好啊 因為好像丟了一些夠不錯 因為這樣教人嗎 因為我們真的跟主辦方也很熟 然後所以其實當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的確也跟他們討論過 那人家花了這麼多錢 請了大明星來台灣 當然也希望Focus在藝人跟產品身上 我們也是自己很貼心說 我說沒關係 因為以他們的產品銷售這麼好 一定還會再來 然後那個時候 但事情就是發生啦 無不無辜事情也是會這樣發生的 所以其實就是接受他這樣 我覺得很清楚明白 知道自己要什麼的企業 他們就不會擔心 焦點會被模糊 因為他們本身很強 然後他們也知道 反正我總是熬過這一段的嘛 你們也要熬過這一段 對 所以我們就大家一起走過他吧 親愛的朋友們 唉 你們也辛苦了真的 應該晚上起來都會做噩夢吧 睡不著喔 睡不著喔 很怕半夜又發生事情喔 對啊 所以這樣少就多少錢 一場記者會是沒有多少錢啊 怎麼知道自己會忘記 沒有你想要那麼多所以還好 我還付得起房屋貸款 那剛才看到焦哥的新聞都出來 那種嚇到的 你們比較嚇到吧 你們跟他們那麼好 對啊 他比較好 很久沒聯絡囉 你們比較常看見他喔 對啊 你們應該比較了解他 所以你也是看新聞才知道他 那我不然呢 你有關心小燕姐嗎 有啊 有關心啊 我都會跟他說 希望他能夠好好吃飯 好好睡覺 然後有事情想要找人聊天的時候 我都會在 這樣就可以了 他們要不要宣傳 現在還不知道 因為我們還不是現在要上片 因為我們應該是八月底的時候會上片 那我覺得 大家也知道 方向 隨時都在變 我覺得 看一下到時候的狀況吧 我訂剛從義大利的影展回來嘛 那本來就只有 兩張機票的預算 老實說我們這個戲 你看十個故事 有這麼多個演員 你到底要帶誰去 其實真的也非常困難 然後你的確有很多事情要考量 所以並沒有大家想得這麼 是不是因為這個事情 其實不是 完全不是因為這樣子 你要說發誓 你錯了 跟地震一樣錯了 但我必須要說 其實他們兩個在 電影裡面都很努力 我覺得如果是因為 這件事情 沒有辦法 好好的站在大家面前 真的太可惜了 他們都是很好的演員 那我應該要澄清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不是因為 我們的戲認識的 因為我們的戲有十個故事 然後他們分別在 不同的故事裡面出現 但並沒有交集 對所以並不是 這個人也是 沒有想到 我竟然還要出來說這件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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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